字幕維繫 幾個星期的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What's Up Hyper 不是嗎? 啊 不管啦 不管啦 反正呢最近很慘的議題就是Supreme跟LV的聯名 這個聯名齁最近親到抓不掉 而且前陣子啊 東京地區呢 就吸引到了將近7500個人來排隊 7500 你是說你開演唱會喔 而且現場還要看到陳冠希本人來排隊喔 所以基本上這個吵架已經分了不知道好幾倍了 所以正規這個議題呢 我們來到西門知名草店 基本上呢 這間草店該有的已經都有了 都擺在這邊就開始來販售了 你看像這個皮鞋 欸 我沒有摸喔 看他聽得到很緊張這樣子 好啦 不管啦 反正呢 我們就來針對今天這個聯名系列呢 我們來問一下這間草店有什麼專業的看法吧 我覺得這算是街頭品牌的一個像是大反攻的感覺 因為以前他曾經也翻完過LV 但是甚至還被LV告過 可是現在他卻跟LV聯名 這真的是一個像是兩個階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突破了那個層級的限制 我相信LV也從來沒有試過說 他發一個東西 2萬多個人排隊 像這種盛況 我真的覺得如果不是因為Supreme他現在的魅力這麼強 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不管是什麼東西 印個Supreme上去 欸 好像還不錯 過久一點 還好像蠻屌的 然後後來真的再過久一點 大家都找不到你有那個東西 然後印上Supreme logo 幹 太帥了 就變成這樣啦 本身就是以草賣為主的品牌 其實這也是他到現在會這麼成功的 因為他所有的東西他都限量銷售 他不打折 他如果沒賣完的東西他不會把它放在架上啊 他反而會選擇把它銷毀 他會想說我出10件你不買 那我就銷毀 然後東西的數量就是越來越少 過季越久 價格就越強 就真的是這樣子 東京那邊入手 我們這邊就大約只有300人能夠入場而已 他在現場有遇到說 你甚至請了200多個人 結果一個人都沒有抽到 有中國人他的號碼牌被抽到了 他就拿著號碼牌逃走了 前面的號碼一張甚至是50萬日幣 拿到你只要能入場最後一張 30萬日幣成交 其實Supreme的東西 我覺得只要是經典的款式 都非常的具有收藏的價值 不論是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我有50萬 我肯定會把這些東西買來收藏啊 相信聽完店員專業的解說之後呢 各位對這個聯名系列 到底要不要去排 或者是到底要不要去買呢 心裡應該有個想法了吧 那麼如果你真的有50萬的話 你會去買嗎